比賽的表現 同時也請林教員來談一下 兩隊在前五局究竟哪一些方面發揮得比較好 哪一些方面是有待改善 我想第一局因為這個二雷手陳薇如的一個失誤 讓這個義大爺先取得的一個領先 那當然在這幾局的一個攻勢下來呢 在兄弟相特別是在第三局跟第四局 能有效的在跑者狀況之下取得四分的一個優勢 那以目前來講的話4比3暫時領先這一場比賽 那我想後面的後階段的一個比賽呢 還是會以投手的一個整體的表現來左右這一場比賽 那兩隊的目前投手的一個狀況來看的話 其實表現的也都不相上下 包括在用球數上面 包括在安打數的方面 其實四分方面都控制得也相當的理想 所以接著下來看哪一隊這個可以比較掌控到攻擊 那這場比賽我想就會決定勝負了 是 那這場比賽目前在前五局打完之後呢 是雙方一分的差距 那今天在另外一地的比賽呢 因為目前是一個電力設施 在桃園球上有一個跳電的一個狀況 所以目前的一個比賽呢也是暫停 所以目前的一個比賽呢也是暫停 對於一陣子的一個比賽呢 是暫停的一個比賽呢 是暫停的一陣子